债务危机爆发湖南政府胁迫银行不还债川普,美国重建了中国,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中共的债务及无用的投资,日益增加有学者表示,中国内部现信贷增长缓慢,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相当沉重。 同时中国债务危机的后果,开始显现近日湖南长的政府因无力还债而胁迫银行,在中国经济危机麻烦不断之际,美国经济则持续向好。 28日普总统亲自出席了红海富士康在威斯康新州新建新工厂破土仪式,川普说过去几年,美国每年损失了5000亿美元重建了中国。 日前台湾的红海富士康在威斯康新州新建新工厂川普总统亲自出席,跟富士康总裁郭台铭一起破土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中将于7月6日向对方340亿美元商品实施25%的关税。 川普表示未来不排除对总计4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光大证券资产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表示外部有贸易风险,内部现信贷增长缓慢,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相当沉重。 全球监管机构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陆续警告中共的债务及无用的投资日益增加,中国国家金融与发展研究所近日在一份报告中,警告说由于债券违约,人民币贬值,流动性紧张,美联储加息及中美贸易冲突等因素,中国的经济极有可能进入金融恐慌。 买格里集团中国经济学家拉里胡认为如果中共把人民币贬值作为贸易报复手段,那么这次的贬值预期将重演2015年迅猛速度,这对中共央行来说是最糟糕的情况。 中国债务危机的后果开始显现近日湖南常德政府因武力还债而胁迫银行,湖南常德政府威胁银行公然不还债, 日前往传一份湖南常德市政府的会议纪要,显示常德市政府用行政命令要求辖区银行,对政府贷款一律采取延期,取贷或借新还救的方式处理,否则政府将一律不归还,甚至还威胁不配合的银行将交由纪委查处。 该纪要被传开后,一时间引起轩然大波6月28日,常德市政府立即发声明必谣,称网传有关内容有失事实,不过对此,有北京金融界消息人士表示, 今年将是大陆地方债务集体到期的高峰期,下半年会更严重,许多地方政府付不出钱还债,甚至连利息都付不出来的情况,将一一呈现另外一份由中央批准成立的首批国家级高端智库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内部报, 告6月24日,在搜狐台经频道发布报告,称在目前中美贸易战云逆步之际,中国大陆即可能发生金融恐慌,在中国经济危机麻烦不断之际,美国经济则持续向好。 川普总统美国每年损失了5000亿美元,重建了中国日前台湾的鸿海富士康,在威斯康新州新建新工厂。 川普总统亲自出席跟富士康总裁郭台宁一起破土美国之音。 28日报道,称川普总统说,在过去的几年的中美贸易里,我们损失了5000亿美元,一年5000亿美元我们重建了中国,总有一天他们会谢谢。 我们,但我们不想再这样做了。 川普总统的讲话,在以下视频的第四分钟,前后郭台宁在致辞中说,如果不是因为您做总统川普先生,我今天不会作为一位全球生意人来到这里,作为一名全球生意人,我在世界各地投资了很多生意。 郭台宁还说,川普总统对我展现出的耐心关注和支持,是所有领导人中首屈一指的。 他的承诺力和执行力,是最好的川普总统。 则说,富士康市场只是个开端,美国的克莱斯勒将会把工厂搬回美国日本的丰田汽车,将在阿拉巴马州开工厂。 越来越多公司将到美国市场在致辞中川普,说,自己认为政绩斐然,包括最近美国最高法院通过的几项,对他有利的判决他并且说,其中一项判决会让郭台宁很高兴川普并没有点出,是哪一项而指说,你知道的,你知道的不过他指的,或许是最高法院,在本周做出的削弱工会力量的判决。 阿波罗网林一综合报道